Lun Sang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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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多時候啊 網上充斥著很多 不一樣的 词話 大家有些講這個 有些人講那個 然後其中一個傳的最盛的 當然 因為你是美姐 是 然後你過後又變成 那個歌手 然後你也很不介意的 讓大家看到你小時候的照片 對 胖的時候 然後現在說聲成功 然後大家也會有一個 質疑說你到底有沒有去整容 整容嗎 我覺得為整容 大家應該會有去做這些東西 其實我也不抗拒 其實我不抗拒 你是說微整容就是可能那些雙眼皮 可能就是你知道 用比較怎麼說 新的方式去做 就好像有時候我們可能去美容院 他們有一些機器 就是可能把你拉提拉 就是比較不用去動刀的東西 因為現在很多東西是不用動刀的 然後你可以create那個效果出來 這樣子的東西 我自己是做很多的事 就是因為我的臉很圓 所以我每次我很喜歡買那種機器 然後一直拉 一直拉 因為一個東西 我有想過想去修補 可是一個東西是 我覺得那時候我是沒有那個蛋 所以我每次會想到說 用最安全的方式 然後可以last thing 因為我聽到很多謠言 就說有sit effect sit effect 你明白嗎 我們會怕 其實大家都會怕 都會怕 可是我會做research 就說其實現在不用去動刀 其實也可以拿到我的飯 可是最重要的女人 要收就好 然後這一句話就收到我了 沒有 沒有你知道網民啊 有時候 我跟你說 沒有那些評論是好的 是一針見血的 可是有時候可以婉轉一點 不用這樣直接的 我知道 你知道嗎 我們也是啊 你知道我們肥一點點的話 就被網民去失到很高齡 對 穿衣服啦 或者有時候角度啦 對 可是沒關係啦 我覺得也是要怎麼說 也是很好的一個鼓勵 就是我們要去 越來越進步自己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看branding 不需要說一定要 瘦才是美 我覺得 看你要什麼東西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你麻木地去瘦 我覺得健康的美 健康的美 然後你覺得自信的美 我覺得美貌是 就好像你說的 大家一看你 可是不漂亮不漂亮也是很主觀 最重要我覺得 嗯 OK 你心 跟你的頭腦 可以展現出你的外表 那 你去都很高級了 當然我覺得 一進到去娛樂圈 都是比較漂亮的東西 是一個吸引點 那你有全部東西 那最好 所以我沒有呢 沒有的話 我覺得從自信開始 你信不信有一些 就是自信過後呢 那個獨特的美 散發全都不一樣 嗯 最重要我覺得 還是 回到去你的頭腦 跟你的裡面 所擁有的東西 對 如果是哪個不mesh的話 有多漂亮的 有氣質 沒有裡面的東西 也是一個空的 你要的是 當然是全面的東西 為了 為了 散播 為了 是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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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